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在pr里面 制作一下大家刚才看到的分屏效果 首先呢我们需要制作开头的白条拉开的效果 我们在pr里面找到文件 在新件里面找到旧版标题 然后我们找到里面的举行工具 我们直接画一个白条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的颜色选成纯白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拖到素材上面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给白条加一个动画 选择我们的白条 然后在它的不透明度属性里面 找到这个矩形蒙版 然后把它的蒙版语化呢调成0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蒙版路径呢 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三针 1 2 3 然后我们直接把蒙版呢扩大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 它就有一个这样的动画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白条这一层复制一层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给它k动画 我们给它的位置呢也k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四针 1 2 3 4 然后往上移动一下白条 大概是这个位置 然后移动到上一个关键帧 找到我们最下面这个白条 然后给它的位置呢也打一个关键帧 往前移动四针 1 2 3 4 然后把它往下托弄一点 大概呢也是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画呢就已经做出来了 下面呢我们就需要给这个白条的位置呢填充一下模糊 我们把这两个白条往上移动两层 然后在给它填充模糊之前呢 我需要把这个人物层呢放大一点 因为我想给它一个特写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我们这个素材层呢复制一层出来 然后在效果里面我们直接搜高丝模糊 然后把高丝模糊直接拖到我们素材上面 把它的模糊度调成50 然后再搜彩键 然后把彩键直接拖过来 然后找到它的顶部 把这个数值呢改成50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素材呢再复制一层出来 把它的顶部改成0 把它的底部呢改成50 这个时候呢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需要把刚复制出来的这个高丝模糊层呢 给它隐藏掉 按键盘的Shift加1就可以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白条 找到我们白条位置的关键帧 然后选择我们的高丝模糊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丝模糊呢和白条的位置呢 它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直接点击裁件里面的顶部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条蓝线 我们直接拖动这个蓝线就可以 然后我们给这个顶部呢K一个关键帧 往前移动4帧 1 2 3 4 然后再把我们的高丝模糊呢 移动下来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关键帧了 现在呢我们需要把上面这个高丝模糊层呢 给它显示出来 还是按键盘的Shift加1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一下 上面这个高丝模糊的动画 这里呢时间关系呢我就直接跳过 好 这个呢就是我制作完成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这样呢它就有一个这样拉开的效果了 然后呢我们还是需要给我们这个白条呢 继续K一个关键帧 我们往前大概移动几帧的位置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第一个白条 然后可以它的位置呢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往前移动4帧 1 2 3 4 然后把我们白条呢直接拖出去 给它拖出去之后呢 我们放大一下这个属性 然后把时间呢移到上一个关键帧 选择我们最上面的高丝模糊层 给它裁剪属性中的底部呢 也是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4帧 1 2 3 4 然后把蓝线直接拖出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放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擦除效果 下面这个白条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 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呢我想让这个白条全部出去之前呢 人物有一个缩小的动画 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一开始这个素材层 然后找到它要变化的位置 然后给它的位置和缩放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3帧 1 2 3 然后直接点击重置三处就可以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就非常好了 我们把后面不需要的图层呢直接拆解掉 然后把底下这个拉长 下面呢我们再给它做一个分屏的效果 还是选择我们这个图层 选择我们最开始这个素材层 然后给它的位置和缩放呢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往前移动4帧 1 2 3 4 然后给它放大一下 给它往前移动一点 大概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选择我们的彩减 继续把彩减拖到上面 然后回到我们上一个关键帧 给它的右侧呢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回到我们移动完成的关键帧上面 把它右侧的数值呢给它拖动的大一点 大概是这个数值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概呢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呢我们再找我们另一段素材 找到我们这个素材 我直接拖过来 我们可以给它放了大一点 然后还是找到效果里面的彩减 然后把它的右侧呢给它修剪一点 大概是这样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我们把它调整完成之后呢 选择我们最开始的素材 因为我们需要找到它的位置关键帧 我们把时间线移动到位置关键帧的上面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吹笛子的图层 然后把它的位置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然后把它的位置呢直接拖出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布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放一点呢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有一个这样的运动分屏的效果了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从中间开始分屏的效果 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好选择我们这段素材 然后给它的位置呢再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还是往前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然后把它位置呢往这边移动一点 然后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给它裁剪呢也裁剪的大一点 给它裁剪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把它裁剪呢也裁剪的大一点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它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还是把下面这个图层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 还是找到我们这个关键帧的位置 然后给它的位置呢打一个关键帧 往前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然后把它呢也往这边呢拖一点 然后再回到上一个关键帧的位置 给它裁剪的左侧呢 再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然后把它的裁剪属性呢也框的大一点 好大概呢是这个效果 拔开效果了 然后呢我们再找到我们的另一段素材 直接把我们素材先拖上面来 然后还是把效果里面的裁剪效果 直接拖到上面来 然后把它的右侧呢给它扩的大一点 只留下我们这一个人物就可以 它是在这个时候是变化完成了 我们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把它的左侧呢也裁剪一点点 把它的右侧呢也裁剪一点点 然后呢给它的左侧和右侧呢都给它打一个关键帧 我们也是这样耐心的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往前移动四针的样子 一二三四 然后呢我们再把右侧这个关键帧呢 给它拖的大一点 大概是这个位置 然后把左侧的关键帧呢也给它拖的大一点 让我们这个人物呢不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拖动一下时间滑块了 它就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了 好这个效果呢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下面我的视频中呢 还有一个上下分屏的效果 我们还是找一段素材 只要它的视频 然后我们再找一段素材 大概是这段吧 我们直接拖上面来 然后在效果里面还是直接找到裁剪 我们裁剪一下它的顶部 然后裁剪一下它的底部 然后把它的位置呢拖动一下 然后是上面这个 我们把它往上移动一点 然后找到我们的裁剪 把它的底部呢往上拖动一点 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我们先不要着急给它打关键帧 我们先往前移动大概五针的样子 一二三四五 然后再给它的位置呢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回到最开始的位置 然后把它拖出去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女孩子的图层 然后也是往前移动五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再给它的位置呢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拖到我们最开始的位置 然后把女生的这个图层呢也移动出去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呢就有一个这样滑过来的效果了 当然下面这些没用的图层呢 我们直接给它删掉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分屏效果呢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我们需要根据它的音乐节奏呢来确定它的分屏时间 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这个地方没有音乐 但是呢虽然说没有音乐 我感觉它的节奏呢也还是蛮不错的 后面呢我还是加了两个小段的分屏 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 它的操作方法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最上面这个女生的图层 把它裁剪的右侧呢 载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前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然后拖动一下它的位置 大概拖动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我们再找一段素材 直接把素材拖了过来 我们给它缩小一点 因为如果裁剪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会看不清我们这个人物了 然后再放大一点 大概是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再找到我们的裁剪 给它裁剪一下 右侧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是在这一针开始的 我们把它拖过来 然后呢把它的位置呢 打一个关键帧 把它移动出去 然后往前移动四针 一二三四 然后呢把它移动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呢就会又多了一个分屏效果 当然这个分屏的组合呢 大家可以随便排列了 这个呢就是我在PR里面做的分屏视频的效果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教程的话 也请大家点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